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鬼祢好睡系列 第一集 我是马高 顾名思义 今集会带大家去一个荒废晚鬼地方 睡一晚 住一晚 为什么会选一些荒废晚鬼地方 睡一晚 住一晚 因为人体在睡觉时 能量是最低点 亦是最放松 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其实亦是容易吸引一些灵体朋友 有机会入侵我们 所以待会睡觉时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古灵精怪的事件 今集我去到一间白莲红屋 白莲红屋 其实我一年多之前去过一次 曾经亦拍摄过给大家看的 如果未看过观众 可以回到上面的连结去看看 为什么今次会再去白莲红屋拍摄呢 最主要是因为收到观众的报料 据说那位观众在两个月之前 在附近流水巷那边走完山之后 发现这里有一间荒废大宅 他会跟朋友进来去探险去看看 当时是一光一白的 他进来走 他隐约记得大约走了半个小时 当时事主益述 他跟三个朋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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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间房 一间房有红色油的 我应该知道他在说哪一间 当时走到红色房间的位置 他突然间看到有个黑色影子飘过人影 高度大约有两米左右 当时他都以为自己真的看错 谁不知黑影 记得他说大约五分钟 即是几分钟之后 黑影再度出现 但他很肯定一件事 他三个朋友在他身后 正常是没有其他人的 而这个黑影又是怎样来呢 他相信他自己就真是赖了夜 撞斜 遇到灵体 所以今次我过来这个白连虎 看看会不会遇到相关的灵体 今集我就不会带大家再走多一次 这里全部一些屋的位置 只会去色彩屋的木柜的位置 再看多一次 以及我们今天最主要是睡一晚 还有我今天也是特意化了一些鬼装 以及穿文章的服装 希望可以吸引到相关的灵价朋友 希望可以和他们同相同气 在开始之前也都说回少少这里的背景 这里是1925年建成这一座的荒废大宅 位于在粉岭 那他当时曾经有一部分的地方 借助给天主教一些教会做一个教堂 亦都是进行一些离撒 那他有一间房子是全红色的 如果以沿河角度上 大家会想起神桌 神桌会全红色 他们一些桌子 一些椅子都是红色 其实是会容易有一些灵体在这里 最奇怪的一件事 这里当地是没有任何一些难位住民 但是每一位大部份的灵探探掩者 亦都是每次走过来都会遇到鬼 所以今晚我看看会不会有些奇怪的事发生 我们现在由大门进来 基本上这个位置 我其实好像记得隐约之中 这个大厅是没有来过的 那就在这里走一遍给大家看看 其实这间大厅在2011年 政府已经列作这个唯一级的历史建筑画 其实如果这样看 你见到一些烂的木柜 桌桌等等 我看不见政府有做过一些保育 为何都好 我亦都不太鼓励大家 自己走过来去谈谴的 我們現在上去上層這個位置 找回當時的適動木櫃 是相對比較慢的位置 我就用一些EMF 看看相關的木櫃 會不會有一些感覺感應 但是一進來 其實這個位置這間房間 我已經是覺得有點不舒服 相傳適動的木櫃就在這間房間 我們在這間房間試做一些探測 先做EMF 再問這裏有沒有眾生靈體朋友在這裏 如果有的話麻煩給我一些反應 我想問這個櫃有沒有一些靈體在這裏 你們介意給我一些反應嗎 據聞應該是這個櫃 這裏暫時沒有反應 我們去另一處 會不會這邊的櫃呢 這個櫃呢 這個日曆呢 非常之久 1979年 對了 這個櫃會不會藏有一些靈體的朋友 是不是這個櫃有朋友制度 暫時沒有反應 裏面有沒有呢 裏面是空的 現在用這個火柴人 照到這裏有 哎 兩個火柴 剛才是一個空的位置 照到這裏 難道有一個靈體在這裏 剛才旁邊還有 現在離開了 在這裏 當時之前一年多的 八年後的影片 有位觀眾說在這個露台的位置 發現有一個穿塘裝的藍靈體在這裏 就不友善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公理人士 現在都能夠看到 我們去回升旱的木櫃的位置 去檢查一下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位置 反而這邊暫時沒有火柴人 反而是剛才外面最多 咦 難道就是這個木櫃 這個木櫃好像有火柴人 正面看有沒有 暫時都沒有 現在來到近住熊屋的位置 看到更多一些雜物 比以前 很誇張 好像完全沒有人打理 好 我們先掛過去 這間紅色房間 嘩 差那麼遠 現在都塌了 因為應該是上層 第二層的位置 即這一邊 本身是有第二層的 應該上面的東西塌了下來 我不知道 市主 是不是在這個門口 看到黑影 還是這個門口 還是我現在身處 我這邊的門口 看到黑影 真的不知道 無論在哪個門口 我們試一下在這個位置 做EMF檢查一下 先看看 有沒有眾生朋友在這裡 如果有麻煩 介不介意給我一些反應 這邊有沒有 這邊門口 有沒有眾生朋友 或者我身後這個位置 這裡有沒有一些 眾生靈界朋友在這裡 暫時都未有法醫 我們先嘗試在這裡 照個火柴人 什麼 我們嘗試在這邊 照個火柴人 在這個門口 他們右邊的門口 照個火柴人 看看有沒有就看我發現 會不會是這個位置 這裡有個小小的火柴人 不是很大的那個 這個門是會不會有呢 是這個座椅 就是這個門口 是這個門口 可以是這個門口 是這裡 是這裡 有門口 有門口 是這裡 有門口 讓大家認識 今晚當然會陪我睡 有這個紙紮公仔陪我睡覺 這個就是媽媽 還有一個就是女兒一家人睡覺 看看會不會更容易吸引眾生靈體朋友 過來一切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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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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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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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起床 現在時間是4時42分 整體整晚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多一些昆蟲 沒有上次之前 摩星嶺那麼多一些人聲 奇怪聲 但今晚睡這間房間 有一點特別之處 我偶爾都會感覺上 有一些奇怪的壓力或者能量 又不是聽到聲音 是突然之間有一種 就是那種能量 而這種能量 我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之前為何會摘醒了 我忘記有幾點 當時我發了一個被喪屍追殺的夢 今天有兩個紙紮公仔和我睡 我覺得有一點特別 我竟然是第一次在靈探睡覺之中 發了第一次夢 之前是未試過發夢 是很安然地睡覺 或者是偶爾聽到外面有些聲音 今集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請按LIKE 分享 訂閱和按鈴鈴鈴 有什麼聲音 隨時通知你們 記得訂閱我的Facebook和IG 下集再見 拜拜